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水果世家在岛内滞销 台湾当局却要求 公营企业和事业单位购买 被批示让民众 为台湾当局的错误政策买单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水果凤梨世家 因检测出有害生物 大陆自2021年9月份 开始暂停进口 造成13000吨世家出口转内销 而民进党当局 却向岛内公营企业单位发文 要求认购约2亿元新台币的水果 所以我们在1月6号 有发这样的公文给所有企业 但是我们是恳求 所有的企业来帮忙农民 台当局这一举动 引起了台湾企业基层员工的不满 抱怨是要拿他们自己的钱 帮民进党当局充销量 给民进党的错误政策买单 国民党方面也批评民进党当局 这一政策不是长久之计 90%是出口 要每个人知道以前量的9倍 对吧 才能达到全部的这个 这个产量才能全部的消化 那没有办法 所有的水果遇到这样的情 都这样做也做不来 2021年9月19号 海关总署发布通知 因检测出有害生物 太平洋屯纹粉介壳虫 于9月20号起 暂停台湾地区市家和联屋 输入大陆 国台办发言人也在记者会上 公布了台湾市家中 检测出有害生物的图片 这是2021年3月1号 大陆禁止凤梨输入后 再次对台湾水果 发出输入禁令 有媒体观察到 大陆两次颁布禁令 都是因为反复查出 水果中有虫病 香类禁令是正常的 生物安全防范措施 科学合理 符合大陆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但民进党当局 却将该问题政治化 恶意解读 借机攻击抹黑大陆 充分暴露他们逃避责任的 一贯做法 另据媒体报道 台湾经济部门近日发布公告称 禁止大陆冷冻市家入台 被认为报复意味强烈 因为大陆的新鲜市家 本来就属于禁止输入台湾的项目 这次加入冷冻市家 是刻意为之 民进党当局把技术问题 犯政治化 是自己关上了解决问题的大门 有舆论认为 台湾农产品很大部分销往大陆 一旦被禁止 民进党当局 不管是转内销 还是另找销路 都无法弥补缺口 民进党当局一直宣扬的外销畅通 经不起现实检验 游客 多食宣扬的外销